人應該沒事 但美好的一天就沒有了 厲害了 景泰新村一樓大花園 37平方米 80萬 有肥肉的大賴 這裏我們要輕輕彈一下 因為我並不喜歡大皮的肥肉 食種裡我不喜歡早餐 然後馬上就來吃我的午餐 看看豬腸粉可以不可以 我對豬腸粉是極為厭倦的 大家都知道 各位觀眾早晨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廣原路 在我右邊就是三元里古廟 今集影片我不是去這裏拍攝 我是去景泰新村那裏拍攝的 或者叫景泰直街 為何會去那裏呢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爸爸工作原因 宿舍是在這邊的 我的童年 應該都算童年 我六歲就搬來這邊住了 一路到差不多讀初中的時候 六年級 下學期我才搬去現在住這個地方 其實我對這裏是很有感情的 而且當時我住在三元里 景泰新村這裏附近的時候 其實很巧合地 我外公又搬了過來 我姑姑姑長又搬了過來 又多方便 當時我記得 當時我讀小學是在吉祥路小學的 即是北京路附近 每天上學放學都是很麻煩的 要坐24號巴士 當時還是在公園前巴士站 那裏還未開地鐵站 叫公園前的 就坐24號巴士或38號巴士 回家站起來 每天上學放學都是很麻煩的 今集影片 我就帶大家來回味一下 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至於這裏進去 其實就是三元里村 很漂亮 很多宵夜當 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過橋上去 最近這裏的地鐵站 就是三元里地鐵站 我們從B出口出來就可以了 上去再說吧 話說是這樣的 因為小時候 出世的時候 是在大南路 戶口都是在大南路 然後 因為那裏的舊屋太舊了 不適合我長大 我已經出現了 爸爸就申請宿舍 因為那時工作都是會有宿舍的 他就申請過來這邊 晃落一點 大一點 簡單裝修過 夠一家三口住了 但是麻煩一點就是交通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巴士站好像在這裏 對面是有一個巴士站 剛剛被廟柱遮住了 現在還是巴士站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以前會有兩部電車 還有好像24號車都是在對面 但具體到怎樣 我真的不記得 還有小時候 牛總會有身體不舒服 對不對 就去桂花江附近的中醫學院 那裏看醫生 看中醫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長大 其實都幾鄉村 老實說 三月底 我們有試過 在路上見到有牛 有人放牛針 牛會有臭臭 牛的臭臭 原來是這樣 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小朋友 當時都未見過 覺得很新奇 這裏又有一件事發生了 所以大家回來廣州遊玩 就真的一定要小心 又是撞到一部電動池行車 大家都不想 人應該沒事 但是美好的一天就沒有了 這裏附近交通很差 又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自從建立立交橋之後 這裏應該叫做機場立交 三元里立交 我都不記得了 交通確實方便了很多 所以時至今日有很多路 我都不記得 我都要從地址站出來 都是要看著手提電話 地圖 才可以慢慢過得到 回到景泰直街 就會熟悉些 在這裏附近 有很多耳熟臨場的名字 比如說 我們先經過的三元里抗英紀念館 又或者是中央酒店 桂花崗 還有桂花崗 都是非常熟悉的 中醫學院 不過時至今日 中央酒店已經沒有了 好像變成一個萬科的酒店 還是樓盤 我不太記得了 而且再遠一點的 柯子嶺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中央酒店 聽上去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以前的中央酒店 希望我沒有記錯 我現在走這裏 就是廣原中路 就是我先頭所說 最熟悉的地方 對面那裏就是醫院 就是中醫學院 我還是會這樣叫這個地方 還有再往前一點 還有膠墊新村 這些名字 大家都不太熟悉 再往前一點 我以前住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酒店 樓上是酒店 叫庫華酒店 真的很奇怪 我小時候住酒店 當時我還很記得的 是小時候第一次去喝茶 我已經忘記了究竟是去 中山五路的衛羽樓 還是這裏 前面那檔已經沒有了 一個酒店 一個茶居 真是茶居 我爸爸帶我去的 那時喝茶當然便宜 一元幾毫 就一餐 幾毫 一碟蒸排骨 如果要上學的話 就在前面 大概這個位置 坐巴士上學 24號車 還有38號車 如果要放學的話 坐巴士下車 便應該在對面 交電伸穿門口 那時巴士不多 不知道現在還在這裏 與此同時 在我住的那間屋 就是這間屋 旁邊還有一個供電局 那時叫甚麼名字 我忘記了 當時肯定不是叫南方電網 現在全部都改名叫南方電網 這裏就是巴士站 還有的 24號巴士 不過現在已經去到雲台花園 一邊就去到大堂 38號也還有的 這裏就是這個 38號 又是會經過這裏 鮮路長了很多 去到文化公園 我都不記得以前 他會去到哪裏 再來 這兩個都是 這兩個都是 大會坐得少些 因為這兩個 以前叫做專線車 專線車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是 不可以用月卡 月卡 即是說我買了那張卡之後 學生就會便宜些 成人就會貴些 買了它之後 我一個月坐車 就任不坐 是啊 很方便 不過 它的發動機是潛滯的 在司機哥哥隔離 有一個很大的蓋子 有時壞了 因為它又要揭開來 我們這些小朋友 就很喜歡貪新鮮 就趴著在那裏 看司機哥哥駕車 以及他揭開那個蓋子 研究一下裏面有甚麼 現在自己大過了 老了 不要說大過了 就解釋了 就知道是甚麼回事 至於我 就會繼續往前走 走到前邊 往左轉 轉入去裏面 景泰新村 以前這裏 我搬走了之後 亦都出現了很多 是會方便很多的 但是現在很多都沒有 就是這裏 這裏叫做松柏東路 我不是在這裏入 我在前邊入 因為前邊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華北大廈 亦都是在我們附近長大的 印象是很深的 那裏都有些喝茶 好像是這一棟樓的 還是前邊 我都不記得了 大廈的名字還在 但是那些店舖 肯定是全部都變了 我不記得究竟是這棟 還是前邊那棟 跟其他同學不同 因為其他同學 他們都是住在玉秀區 就是我讀吉祥路小學的時候 都是住在小學附近的 我比較特別 是住在三元里 所以有一個玩意 他們是玩不到的 覺得很新奇的 就是看火車路 不是看 是走 直接可以在火車路上走 一直走到桂花江那邊 飛鵝嶺那邊 當時很新奇 現在就 在廣州 應該只有在石圍堂 是可以走到火車軌的 因為這裏交通太過繁忙 所以又開了一條新路 正文路 前面那塊牌也寫著 是可以通往下塘西 條路都是窄的 但是始終多條路 就方便很多 在那裏一路回去 就可以去到環市中路 就是大概電視台的位置 至於來到這裏 我也沒有甚麼旅遊 推薦給大家 但是如果回到這裏 要去餐廳的話 這裏是其中一間 可以選擇到的 就是食圍仙 之前幾集都和大家去看過 其他幾間食圍仙的分點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間應該是總店 還可以喝茶 樓上又有酒店 又有便設酒店 又有便利店 挺方便 還有可以夜茶 挺過癮的 會在前面那條 人行天橋底那裏 轉左過去的 再跟大家慢慢說 去早上再跟大家慢慢說 當然 與烈光一樣我都未吃早餐 我會在這裏吃早餐 這裏不要以為白雲區很多外省人的東西 偏偏就是景泰直街 因為當時有很多村民住 不 現在也有很多村民住 他們都是本地人 其實是有幾多本地的美食 而且有些還挺傳統 已經過了九點 很多人下班的那些 現在先到公司 就在對面買早餐 還有這個巴士才厲害 284號 284號應該是一路可以去得到原村的 另外如果有機會給大家看看樓價 這裡有 哇 厲害 景泰新村一樓大花園 37平方米 80萬 景泰新村單價2萬 這個五平方米 差點110萬 這裏又不算很多貴價學校 所以價錢是比較便宜 當然景泰新村的樓 當然一定便宜些 但有部份又不便宜 譬如上面這個景泰新村東南鄉 這個應該要3萬元 差不多 又不便宜 我收回所有才說的東西 機場路中層兩房南鄉 150萬 這個2萬元 這裡考考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為何叫機場路 其實應該有很多老觀眾 比我年長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 因為以前 報仁機場 就在這裏附近 飛機是會經過頭頂的 我試過和媽媽去游泳 去擴泉游泳 就會見到便宜的飛機 就在頭頂飛過 好像準備結尾那種很恐怖 所以這裏就叫做機場路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去機場的路 及後當然搬走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對面又有茶飲 茶督餐大茶漏 我想先逛逛 今天又喝茶 會否味道多了 先逛逛 我記得前面 還有很多小食店 吃一下腸粉 粥 因為喝了幾天茶 都飽飽滾滾 以前亦都跟大家說過 如何辨別在老城區 很簡單 你看樹木就知道 這裏的榕樹不多 都是面前這種寺荊 大多數只有六層樓高 因為有機場不可以建得太高 我不是說這裏都有九層 要視乎有多近機場 我忘記以前住的那間屋 好像只有六層樓高 沒有九層樓高 因為再高到十層 當時政府規定要建電梯 有很多屋都是企業 或者公司建的 因為它沒有必要建電梯 所以廣州很多屋 大多數是在九層 就是這裏的 說話都頗正局 可能真的不是旅遊區 可能只是居民區的地方 大家看看對面很多店鋪都沒有開門 合同到期全場清 不奇怪 沒有開 繼續往前行 就可以去到我先流所說的 以前 甚麼好友多 又或者是麥當勞 這裏是麥當勞 我讀大學 其實都在這裏附近 就是在舊八雲機場附近 舊八雲機場附近 當時有很多廣東省裏面的同學 他們要回到他們家 都要坐大巴 都來附近的港元客運站坐大巴 他們最愛就是來這個麥當勞 因為當時其實大學生沒甚麼錢 你不像現在這樣 又去吃加價 又去探魚 都在麥當勞 就很開心 而且有時候 因為他們不是每個星期回家 不是說現在他們南海 住在西潮 都不會每個星期回家 不像我們廣州同學 每天回家就可以 他們就會來面前 以前還有好友多 來購物 買一些日用品便宜一點 還有當時的好友多 是要用一張卡 要付年費的 眾所周知 好友多 當時的好友多 我還未被Wallmark收購 我記得 後來被Wallmark收購後 才不用收年費 其實在那個時候 已經要交年費 所以現在 Sams Club收你們年費 不要那麼多話說 那時好像收20元一年 我不是很記得了 好了 我們繼續走 這裏就是巴士站 186號和284的巴士站 186、284 附近看見好像不太多東西吃 不如我們回去喝茶 或者先走走 這裏見到有個腸粉檔 麗能腸粉 不知道多不多人可以先走走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他們的出品 但是如果照我走這段路來看 好像只有他選擇得到 再來這裏還有一個醫院 好像那時我在這裏住的時候 都還未有 因為可能因為近中醫學院 沒有理由來這裏看醫生 那邊還裝備 這裏有個醫院 這邊就是珠江醫院 通常我們不會叫這裏叫做 景泰 或者景泰新村 其實通常都會叫廣原新村 亦都不會叫三原地 直接叫廣原新村 所以巴士站牌上 都是寫著廣原新村 就是這裏的 我記初一直往時下 會有些茶樓或者小食店 不過我現在說 大概差不多一年沒有來過 不知道現在變化成怎樣 因為始終疫情對餐飲業 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時侯 不知道他們現在有沒有做 我先走走 還有這裏是有很多豬腳飯的 我知道 有幾間還很出名 不過我就未必會吃 與此同時這裏都是有市場 其實在我左手邊走過 已經是市場 但是你說跟龍津路 西華路那些比 當然不能比 現在我們買的 等於暈到了 很久很久之前 我們有一次來這邊拍攝 做個功課 我便知道这里有个小食店很好的 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有台山种各种 还有隔离这个才不得之了 我就会在这里吃 传统老字号 我点了食物,今天点的食物比较多 今天是一个早午餐,好像叫crunch 有果精种,又有猪肠粉,一碗白粥 不贵,用了$28 总是$10,16,白粥是$2 坐在这种街边的小食堂 有些回到西关那种感觉 但又没有那种涌极的逼劫感 挺好的 老闆全部都是本地人 吃饭的都是附近的街坊 这边就是居民楼 都是住近街坊,在这里吃饭的居多 至于这里,因为它不是一个小食店 是适中小食店 其实据我所知,这个会更为出名 当然不知道我没有做到功课 因为他们的台山种据说是很好吃的 我估计会不会 我现在吃这些台山种 就是在旁边生产出来的 不得而知,今天就试下了 究竟又好不得过我们去到 方孙、肥姨那些 甚至乎好过我婆的那些 我婆在台山 不得而知,吃了就是说 这些食物就到了 首先是最贵的牛腩猪肠粉 哇,那些牛腩多到 多到,多到,多到,怎样吃呢? 好像16元贵的,其实一点都不贵 而且他们的酱汁是甜辣酱 是最好的,一定要下的 然后就到这个果精种 我选了不是最贵的那款 第二贵的那款 是只需要10元的 我去看看你们有什么口味 最近经常吃种 昨天老婆差点想买的 在沙远市场 我说过几天 回到中市市场再买 哇,10元的鸡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够贵的 很漂亮 哇,美得 白粥也不少 其实它是有干园柱的 我记得是 不是,我弄错 不是干园柱 但都够粘粘 2元的 如果吃得再平民化 省皮 你就可以只要白粥 加个有汁的猪肠粉 挺好的 那我就决定先吃种种 因为种种 如果真的吃不完 可能会打爆 看法也挺难的 试一下种种 哦,有咸蛋黄 厉害 它是有冬菇 有花生 花生还是软的 已经蒸得很软 有肥肉的 这里我就要轻软弹一下 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 这些大皮肥肉 食种里面 我不喜欢它的肥肉 是大皮 它是大皮的 不过就算是米 我们这些也是要摆开 没办法的 因为条件所限 身体太多 承受不了 因为已经有咸蛋黄了 今晚也不用吃饭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10点了 一过来的路上 真的好波子 我又走了这么多路 我又没有踩单车 所以过来是比较適合 如果早一点 可能这里会再旺场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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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油香四天 然后这些 又有绿豆 全部混在一起 还有 炎香粉又不算 很重手 挺好的 冬菇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不是切开那种 当然是小一点 肥肉环口不算太多 还有一点瘦 瘦的 瘦的可以吃 这些又不知道要走多少路 幸好我刚才都走了很多路 走了九个字 这块有咸蛋黄 它咸蛋黄 不是那种有点不漂亮的 会发白的 还有没有油的 这个蛋黄 有没有化白 有没有减快 硬快 那种 还有油当然是够多 大家都看到 始终这边 店舖不贵 可能这些 根本就是自己的物业 我估计而已 所以 价值也不会开到很高 蒸粽一定要这样 这些混合在一起 而且它们当然有经验 所以粽子蒸得很好 因为这样的 众所周知 餐厅小食店 你吃客人 你又不知何时来 亦都不可能客人来 它才开始蒸粽 傻的吗 它肯定是 是如先热的 但是 如果是热得太久 它又会 里面变得很濕 因为粽子包得不紧 便会很濕 但是不熟 当然是不可以 它这个完全没有 那种 变了糊的感觉 果然不错 我的早餐 接着 马上就来吃我的午餐 看看猪肠粉 可以不可以 我对猪肠粉 是极为严谨 大家都知道 可以 猪肠粉 很好些 非常好 我只是说粉 那种软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 是蒸到软的那种 都是很考功夫的 因为如果猪肠粉 用急火蒸的话 其实是不好吃的 比如说客人 点餐 拿去拿一些很高的蒸气 蒸了它 其实上来 会很软 即使很新鲜的那些 都会有少少透明的感觉 如果是用幽粉 就更低 很明显这个不是的 五汁方面 又是很好 总之只需要 五汁猪肠粉 那些牛腩 真的有点多 多都说不好 还有漂亮的猪肠粉 可以这样夹开 夹的时候 是很滑的 那些就叫做漂亮 有弹性 跟着点点辣酱 这个甜酱 挺好 不错 接下来试一下牛腩 牛腩也好 有些这样的部位 刚才我吃了一块 应该已经很粗 找回类似的 即是类似这些 吃起来完全不粗 今次试试这些 辣酱 甜酱 辣酱甜酱 它没有开稀 其实这些已经开稀了 如果不开稀 不是这种状态 就像江湖 好像很热 都是这样 可以 廣州人吃辣就是这样 有心引起 吃一点 又不吃得多 放一个碟边 一点 那就最好吃 我吃饱饱 再过来看看 这里台山种 这个也是有座位 坐下吃的 还有饭盒 12至15元 下次有机会 真的要尝试这个 不过 先回来 鲜徒那个 都已经非常好吃 那些猪肠粉好 酱汁做得好 味道平衡得很好 至于那个 种 它里面的配料都很好 但最精彩 一定莫过于咸蛋黄 不过这些 真的要平时 身体好时才敢吃 到来这个环节 我在附近走 然后我会去市场那边走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市场都会很热闹 就在旁边 刚才我也经过 应该叫广圆市场 在这里附近 其实也有很多大市场 比如说 柯子嶺市场 那边是很大很大的 这边白云市场 刚才我也说错 它有两个入口进去 我们在这里 它是室内 但我凭印象 好像在这里过去 还有一个半户外的市场 但不肯定 那边来说 买东西我就真的不买了 因为昨天才跟老婆 去沙远市场买了这么多 就进来看看 值不值得推介 给老婆过来走走 就是卖肉的 因为始终这里是白云区 物价各方面 肯定是会比较低的 就不是说 回到市区 北京路附近那些 但有个小问题 就是没有明满实价 有卖蔬菜 又有卖这些小食 五金 又有椰子包开 如果不是吃到那么饱 那时候 用椰子水喝一下 其实挺好 包开 雜货店 五菊蛋 虫花蛋 6元一斤 因为始终都是 外省人住得比较多 所以酱菜也是有的 鸡蛋 一路一路 放在这里 这里是室内市场 应该走出去 还有户外部分 我们先走走 市场 不算是很大 我一眼看下去 都是没有明满实价 少量 这里有一档 有 番薯4元 薑9元 白萝卜 那又不算是很便宜 大家看到 我都经常去买菜 又不算是很便宜 还有3元是生菜 生菜就可以了 当然 梳菜是讲时候的 时候好的话 又便宜又漂亮 时候不好的 又怪 生菜 3元 这边就是 卖水产的 水鱼也有 淡水鱼 前面是脆肉 旁边的一行 就是卖猪肉 上一集都和大家说过 但是这个市场 那些灯还是挺红厚的 大家看到吗 还往前走出去 应该是重拍大街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在我的左手边 应该还有一个半户外市场 我们先出来看看 这里 就是这里 这里就围着 应该目的是 不让电动试行车进来 但是行人是可以正常出入的 那就挺好 这些就是居民楼下边的市场 附近都多东西吃 那边有一个腸粉 不过很明显 前头我吃的 确实不错 我吃的小食店 真的 就算我回到西关 我经常吃的那些店 都没办法有这样的出品 而且价钱 真的很竞济实惠 我只花了28元 还有那个猪肠粉 其实不需要有牛腩 都已经足够了 说回市场 又有销纳当 风际 因为它会打折 下午就会有折 下午就会有折 中午又会打折 烧纳当也是这样 有很多东西 但是始终这里 可能真的靠本地居民来支撑 所以不算太多人 价钱都不算很便宜 我先留下 还说白云区这边 应该物价很低 又不是低到那么离谱 之前我们去过罗冲围那些 其实都挺便宜的 还有这个我又记得了 是很老自豪的 它上次还写着1989 我记得以前它也是没有写的 但是装修肯定是装修过 好像也来买过的 但是时间不太长 因为那时妈妈有时候都会进来 这边买些包点 又有水产 反而市场外边还热闹 又有水产 大约5元一只 又是这边应该是卖淡水鱼 和虾 和蔬菜 全部都有密码实价 再来是柠檬 老婆说过 最近不见有柠檬卖 可能过了时候 如果有我会买些 但是这边一买就要买10粒 又未面有点而多 蔬菜心 2斤6元 即3元一斤 和我们昨天买的差不多 玻璃生菜 2元半 外边便宜很多 走走走 找不找到我要买柠檬 不过买不到也没所谓 因为明晚又会和老婆去买菜 都要吃 这边就叫景泰西三行 那些名字也是很辣 记住景泰市场 那就是 便宜便宜便宜 但和回到老城區、西關的對比 第一,這裡不會沒有廣州人買的東西 第二,地方夠闊落 就不會迫迫夾夾的感覺 有時候去到西場的市場 迫得不得了 這裡有些叔叔在捉棋 又有小朋友準備放假 有賣水果和檸檬 仍然找不到 這裡有這些,一元一隻 這個,這個 好,買些顏纏一點 最重要的樣子是肉肉酸酸的便可以了 大隻的,青一點的 做檸檬的我又繼續行 一元一粒,挺漂亮的 樣子一定要顏纏纏纏的 才算好,才夠味道 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我可能會去到那邊 還有附近是有個 小學叫廣原小學 也是很出名的 剛才我去找食物時 都有經過了 現在未必會過去了 很多這些特產店 松花 特產,賣米、蔬菜 全部這裏的樓都是居民樓 九層樓高的 住也是挺舒服的 不過價錢也珍貴 而且又不近地鐵站 但勝在夠安靜 不會說附近有什麼批發市場 雖然說雖然在三年里 但其實來的批發市場 各種那些 真的遠離了 大多數住的都是附近的老街坊 好像面前這些 雖然不算好新 但這些質量好 以及 質量很好,大家不要以為 而且治安都很好 因為附近住的 都沒有很多閒閘人等 不知不覺 我又回到這裏 景泰直街 我會在這裏出去 或者是在這個方向 走過去看看 在這裏一邊出去 就已經是 回到廣原路的方向 這裏停車 中等沒有方穿那麼便宜 月保600元 然後一個小時5元 超一個小時 即半小時收一次錢 12小時限30元 我們再在這裏走 好像經過 而且這裏竟然寫著 還有一個中國海關 可能我搬走了之後 它就搬在這裏 先頭我們經過這裏的時候 大概是9點鐘多些 前面那裏不是茶樓的 現在又好像 又易鬧回很多 這裏有沒有路進去呢 好像沒有 這裏 再走一旁這邊 因為如果再走出去 已經是廣原路來的 很多電梯 不是,很多屋都有家裝電梯 可能只是因為這裏的原因 它要賣到差不多兩萬多三萬元 同時亦都是因為很多長者居住 所以沒有電梯 他們行動是不方便的 隔壮了電梯有好處 這裏真的很密集 而且這裏不算月秀區 那些樓很密集 我試試走走這邊 轉左走到外邊 因為我是想走去重泊路那邊看看 好像已經遠離了 走走居民樓下方 雖然樓是很密集的 但又不算有那種 很湧劑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中醫館又有足夠的停車位 快點了 不知大家有否发觉 不是没有 很少电鸡飞来飞去 我们看到在街外 纳交桥底撞车的情景 通常纳交桥底都很容易发生 但来到这里 大家看到我走的车道都没问题 车也不多,人也不多 可以坐在自己家门口打几圈 这里有麻雀馆 都是洒落为主 挺开心的 捉棋又可以打麻雀仔 这就是最好的退休生活 挺开心 这家有家装电梯 就是社区旧一些 旧又有旧又好 不像我小时候搬来住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未算得上是一个社区 当然我不是住这边 后来因为当时住的人越来越多 才开始有一些食事化的感觉 现在当然很食事化 这里过去应该就是 我以前所说的小学的位置 不知是否 再来这里还有台山特色腸粉王 这里的小食店多 茶楼不多 都是台山特色腸粉 我不再兜了 我在这里走出去 坐地铁去坐巴士走 在这里一路走出去 外边就是车来车往的广源中路 如果往左转 其实是可以去得到白云山的 对了 往右转就一路去到解放白路 解放白路一路走 就已经可以去到中山五路 于这里就是我先经过食为仙的后门 和大家在这里兜了一个圈 和影片刚刚开始的时候所说 这里不算传统以上的旅游区 游客都甚少 如果真的有可能 他们会去雕塑公园 雕塑公园也未必会去 雕塑公园有一个大景点 但是在这里过去是很远的 又或者去三元里走一下 那里就真的是成中村 这里就不算成中村 看看三元里村究竟是怎样 之前我都和大家去过 乱中有罪 我就只能这么说 成中村肯定是这样的 屋与屋之间肯定是很窄 不会留很多位置 被车过没有的 都是居民移基养屋 相反至于广源路 这里就和三十年前比 当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部都摆满车 以前是烂地 时至今天就已经变成这样 又有银行 巴士又够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 要开车去机场的话 现在新的那个 还是要经过上边这条路 我们在花都各种方面 都可能会经过广源纳交 这里也不算太塞车 只有一个位置会稍微塞少少 就是落到桂花江那里 会有少少塞车 对面就是胶电新村 又有电话公司 又有配眼镜 跟我刚刚在这里摆满车的时候 看见到的 现在是更旺 人流量更多 现在这个时间 只不过是十点半夜 如果要去 景太新村 或者桂花江 其实走这里也可以 如果懂得走的 不是很远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究竟那条火车 鬼去了哪里 拆了还是怎样 不记得了 好像在前小小那里 不过应该是已经拆了 因为它没有火车 已经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这里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地车站是远一点的 好处就是上机场快 但是都会塞车 大超市不算多 以前在我们地车站 刚刚出来 还有个万客龙 还是广客龙 我忘记了 现在就叫北风莲花 就是泰国人的公司 在这里走进去 就是重泊 东街 先头我其实是想 兜兜主转在这里出来 不过最后都找不到路 不过都不重要 在这里进去 就可以去得到 我们先头经过的景泰直街 好了 今集影片都到这里 今集是一集 比较特殊的影片 因为接下来 我会和太太外游 因为女儿已经考完试了 明天就散学礼 散学礼之后 因为她是毕业班 如果她需要学校回去補课 她是要回去補课 但是会出了通知 她突然间又说好像不用 接下来 我们可能会和女儿去游玩一下 但是因为半年没有游玩过 接下来她就会过完这几次 寒假就要读书很辛苦 所以和她玩一下 周围去一下 过完这几十个影片之后 应该会有一大轮都是我们去外游的地方 和老婆已经计划好了 远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也有 又或者香港 香港简单 深圳大梅沙 又或者台山古兜浸温泉 松化浸温泉 林林种种 都是有的 我小时候就住这里 好了 下集见 拜拜 我都要坐车走了 拜拜 我一会认词 呀 小朋友 你 你好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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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